春有白花 秋有月 夏有陽風 冬有雪 風不解釋花幸福 也是人間 尊敬的長輩 尊敬的老師 不安 來到今天第二節課 我們很高興請到佛教慈濟基金會的環保志工 陳怡祥老師和我們分享 陳老師加入了慈濟已經有二十年 做了環保志工都有十年 現在是全職的志工 除了在社區環保站工作之外 也是周圍去講學分享 希望增強大眾的環保意識 今天陳老師的課題就是小玉之竹 環保人生 我們有請陳怡祥老師 各位同心 很高興今天有機會和各位說說環保 我每次都有些新的內容加入 我今天講題都是小玉之竹環保人生 因為三國中心辦這個課程 叫幸福人生講座 我所講的東西一定是和幸福人生有關的 我做了環保 收了十年那麼長的時間 我最初只是對一些環境污染、垃圾 很多的問題去想辦法做回收 讓人參與做好那個分類 但由三國中心這麼多長的分享之後 我發覺原來環保和幸福的人生很有關係 很有關係 所以我現在定這個題目 已經很多場用這個題目 環保人生和幸福人生有很直接的關係 如果我們做得到一個環保的人生 我們在生活上會感覺到很自在 是很安樂的 是很安樂的 這個也是等於幸福 因為三國中心很多講題 都是和聖言教育有關的 我的部分不多 但都牽涉有少少 接遇有少少 我今天和各位的示範是個半小時 本來是兩個小時 但美後半小時 我便交給這位張貴初施者 我先介紹一下我今天的分享內容 先說一下地球危機 有些甚麼環境問題 第二是環境災難出現的原因 小玉支出環保人生 就是今次的講題 有一個叫極簡主義和斷捨離 你聽過是嗎 知足常流 就以為千生寡玉 中文都有 我說極簡主義 有少少不同 極簡主義和斷捨離 就是我們怎樣去 禁止之 不是禁止之 我一會兒講到你便會 好了 小玉支出環保人生 可以和聖生寡玉有關 但極簡主義和斷捨離 是很新的名詞 其實是日本人發明 日本人發明 我都是在書譜 看到書來得到知識 我覺得和環保人生很有關係 所以就向各位介紹一下 對不起 你可否留一點時間給我發問問題 可以 我隨時 不用留 你隨時有問題可以隨時看出 我想清楚了解辭職 因為我覺得你們以黑色為主 和你們和香港民視和台灣復教團 是有補達的分別 你的師傅是日本流傳過來的嗎 不是 正言法師嗎 他不是日本傳過來 我知道我是台灣人 他是正言法師 他還得過諾貝爾相 我想知道你們實際 因為你們實際的團體 跟大部分的佛教團體 讀的經都不太一樣 因為你是無量益經 那不一樣地方在哪裡呢 身體力行 這個可以跟你私下講 跟今天的主題有點不同 你問詞制讀甚麼經 詞制是身體力合的 是做出來不是研究那個教理 我繼續講 接著就是講香港環境的問題 香港環境究竟有甚麼問題 自製在香港在推動分類回收 是扮演一個甚麼角色 環保志工我們做當中 在環保志工他如何呈現他的愛心 藉著一首歌給大家了解一下 最後就是心靈環保 因為講環保也是要 首先要有個心靈做起 因為我們平時想的東西 可能很多都是有這個窄窄 不得清淨 講環保首先要治好自己的心 你之後才可以 你之後才可以 過一個環保的優生 好了 最後這半個小時 我交給張貝初試者 和各位分享 他講一個故事 是否講借錢的禍環 借錢的禍環 我今天安排的內容就是這樣 我們有兩個小時的時間 只有三小時 講地球危機 所謂地球危機有三個 我歸類三個 第一有關環保的就是垃圾太多 第二就是污染太多 第三就是溫室氣體太多 這是我們全人類都在面對的問題 這三樣東西歸納起來 全部都是人造出來的 這個世界如果不是 好似現在那麼多人 和我們的生活方式 不是好似現在 以物質為上的 我們的世界不會怪得那麼快 現在世界電壞大家都感覺到 首先講垃圾太多 由香港講起 香港的垃圾是全世界有名多的 每日原來我們是製造一萬三千五百公噸的垃圾 全香港 要送去堆田的都有九千噸 九千噸有多少呢 以一架雙層巴士做比例呢 三百六十個雙層巴士 現在路由市區到堆田區 往返三百六十架次的雙層巴士 裝滿垃圾 我們每一日 很多 如果以平均每一個人來計 香港就是這麼多 就是最高的 每一日製造1.36公斤垃圾 我們鄰近幾個城市 海北是1公斤 首二 韓國首都是0.95 而東京是0.77 香港是否令社比人高很多 原因在哪裏呢 大家有沒有想猜一下 為何香港的垃圾會拖其他城市那麼多 自私 自私 環保意識 即是不注重環保 不是不注重 是很習慣的問題 和心理環保 最重要是心理環保開始先 才環保做得好 所以我 你聽我說 我曾經見見那個議員 為何陸在東區不判給前者做 他有判 我們沒有投 我們沒有投過 他有生給你 是你們拒絕的 是你們拒絕 不過我們另外想投那個 又投不到 因為政府考慮很多東西 政府考慮很多東西 以你們的機會優先到醫院 如果你看過我們怎樣做的效果 你就會覺得 我見他 除了陸在東區三峻灣那邊 是以你們為主 但被缺絕 我不明白 因為可能從那個 政府審議一個申請 他說是你們拒絕他 說你們拒絕我不明白 我們沒有申請過 不是拒絕的 他們又找過來 是 那麼台灣負責人 那個叫青城 那就不講這個 因為不教時間講 OK 好了 政府現在呢 因為我們垃圾這麼多 就 推行著一些環保政策 希望我們的垃圾減少 有些什麼政策呢 政府正在推動的呢 那就請大家看這個短片 香港正面對廢物管理的挑戰 政府為大力推動源頭減廢 向著十年內減廢億四成的目標邁進 但是我們的堆填區 下年開始就會逐一爆滿 我們必須及時行動 確保足夠容量去處接廢物 並增設轉廢為能的先進鐵絲 為了香港的未來 然後 肺和廢物處一類基建 冤一不可 是不是那個不夠快 那個電腦追不到 好了 那大約這樣 大家聽不聽到 政府的政策呢 希望我們十年內可以減廢四成 面對我們現在這麼多垃圾 政府要想辦法處理我們這些垃圾 堆填區呢 相繼已經悶了 對今日為止差不多了 去到2019年 現在全香港最大的堆填區 到2019年就悶了 香港地方又有限 我們唯一處理垃圾的方法 就是拿去堆填 如果有一天 香港沒有地方可以放垃圾 我們怎樣處理垃圾呢 所以這是一個很頭痛的問題 政府希望呢 全香港的市民呢 都能夠幫政府 手 減少製造垃圾 所以就是講源頭 減廢 源頭減廢 源頭就是我們每一個人 每一個家庭 減少製造廢物 好 好了 跟著下來呢 講完香港呢 現在講世界 全世界原來每一天 350萬噸垃圾 這麼厲害 多都很厲害 我們都無法想像 350萬噸垃圾是多少 垃圾量呢 跟著經濟發展而增加的 社會越是有錢 那些垃圾量不多 原因就是 有了錢人當然是賣東西 我們每買一件東西回去 很快 那件東西就會變成垃圾 一億噸的垃圾呢 隨海飄南 有很多垃圾原來吹了出海 現在我們的海洋其實都很污染 微小的垃圾被魚吃了 輾轉就走入人的身體 即是食物鏈 所以現在吃海產都不是很安全 吃垃圾 如果有什麼毒素 那些魚都會有 好了 講海洋垃圾呢 我有一個影片給大家看 大家看不看到 太平洋網絡雖然很難很平靜 但是只要細心看 就發現原來是一個很多不膠的大大馬 夏威夷二百一千公里左右的太平洋 浮了一塊很大的膠垃圾 真的很大 續續等於兩個德克薩市州 不止花名叫東區垃圾出牆 而且還一直不散 這塊垃圾一直都在 是因為有一個叫做 北泰平洋壓熱帶護術的意見象 高氣壓 加順時增方向的水冷 不止令到越來越多新垃圾加熱 游出 有一個零七年做的調查發現 在這塊巨疫洋壓術裡面 數加股和防禦生物比例 估計有1比6分高 其實這些這樣的核心症 在其他地方 南太平洋 南北大西洋 和印度洋一樣有 每年我們都會製造十億噸數加股 其中一成最後會落海 弄到周圍的油 例如滅香禽櫃裡面就發現過加勾 荷蘭科的國家更加解剖過一隻 吞了160塊加股海鳥 較大的問題 是生物活性很低 那麼耐用那麼穩定 用來製造產品當然很受歡迎 但是對海洋生態問題是這麼大的 較最多只會列成碎片再進入食物鏈 給海鳥和海洋生物接入 最煩的是,有些監獄會浮,被人丟到海裡,有七成都會沉到海底,將海底變成垃圾牆 好了,大家都看得很辛苦 我們不如就這樣說吧 因為新的電腦,可能它的速度追不到影片的大小 剛才那個影片是說海洋垃圾,很多不同種類的垃圾有意或者無意地掉入海 垃圾掉入海其實很嚴重,因為我們現在人有很多產品,尤其是塑膠、五金等 變成垃圾掉入海,它永遠都不變,有些被魚吃了,就變成在食物鏈裏面 人吃了魚,可能人都吃了毒素落土 垃圾現在海洋也有,陸地也有,到處都是垃圾,這是文明的結果 海洋垃圾,原來我們有兩塊很大的,在太平洋那裏,整個美國一個州那麼大的垃圾 不覆蓋面,很多海產,海洋生物,就吃了一些膠,有些被膠砍死了,因為它不能消化 佔了它們的空間,沒有空間,沒有空間,沒有空間,有很多就死了 好像這些,現在越來越多這些事被人發現 近期香港也有些垃圾吹過來,我們香港東南部那些海灘,很多就變成一個垃圾灘 在國外,隨著水流吹到香港,很透控的,你要清理一個那麼大的沙灘,不是容易 講完垃圾,現在講我們的環境問題,第一是垃圾多,香港很多,其他世界地方也是垃圾很多 第二是污染,香港有沒有污染? 有,很嚴重 很嚴重 大家記不記得今年一月,一月很嚴重 香港受高污染民影響,那個PM2.5突破平均每立方米100微克 現在超標了10倍,戶外呢,如果是留在戶外,我們都會危急 現在天文圖都有空氣污染指數,叫長者有病的人,在那些日子最好不要去戒 在家比較安全一點,中國就特別嚴重,特別嚴重 尤其是北京、上海這個大城市,那個霧霧如果是嚴重的話,直接回家也回不了 回家也回不了,找不到爐,要用這個導航的設地才回到 中國每年因為空氣污染,提早死亡人數有50萬人,吸了這些骯髒的空氣 大陸的霧霧霧合成的空氣污染天數很厲害,天津一年內有197人 是霧霧,省陽150人,成都120人,蘭州112人,石家莊最厲害 一年有200多人是在霧霧的日子,很恐怖,一年內超過一半時間是在霧霧 如果在霧霧的天氣生活,肺肺會有事,開始是痛,接著是咳,治不到的 現在國內的大城市,我看電視新聞特輯,最好賣的是空氣朝鮮機 每個人都要裝一部在家,還有要密封,家裡要關窗,不出街,都很慘 有個城市本來是很漂亮的,因為霧霧,變成你享受不到環境 這是經濟起飛的代價,經濟好,但這是天然的後果,因為汽車多了,產品多了,工廠製造的物品多了, 產生燃料就多了,中國現在沒有的原因,主要因為北方幾個省份都是靠煤,都是燒煤的,煤很多元房粒子 跟著空氣污染之後,我們就說土地,土地污染一樣,就是工廠有些污染的排放物,可能重金屬那些 沒有管制,沒有管制,沒有處理好,就將它排出水道那裏 近那些地方,如果是有農耕,種田那些,那些植物就變成是重金屬污染 我們吃了之後,可能身體就會出毛病,那個智力,現在重金屬就是影響我們的智力 那麼,污染太多了,大自然都沒有化子可以分解到 那麼,污染效應會有什麼後果呢?有水災,高溫,土石流,極端的空氣 那麼,暴風雪,就是溫室效應的後果,那麼,今年一月,美國很嚴重,那個極端氣候很厲害 那麼,強降雨,現在我們就快到雨季了,那麼,去年我們都很厲害 試過幾單,很厲害,一些水浸,那麼,今年也都不會例外的,我估計 那麼,因為那些失效應已經開始了很多年了,連年我們都會遇到有強降雨 一落就落很大雨,好了,那麼,環境災難這麼多了,那麼,我們要看一下,原因在哪裡呢? 那麼,我相信大家都會明白,環境災難是怎樣,是誰做出來的? 人類,我們個個都有份的,我們個個都有份做出來的 那麼,富有、富有、富有、富有有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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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車,總之應有盡有,人有的東西我都想有 看給人有我就要有心思思,我都要有 這就是一般人的心態,總之是對於物質的需求 是無限,無止境 個個為了滿足自己,有能力買多些物質 個個拼命賺錢,拼命享受 在這樣的心態和行為之下,環境不知不覺中就變壞 我們開頭都不知道,以為現代化是很好 現代化很好,我們很方便,出街有車坐,喜歡買 很便宜買到,買多些 誰不知在這樣的心態之下,我們的環境就是慢慢慢慢 越變越壞 社會都出現了一種風氣,透過消費來獲得滿足感 買一樣東西之後才安樂,買完之後便安樂 透過消費來,或者享受方面,長期養成浪費的習慣 香港我們很浪費,叫浪費之刀 以前叫東方之珠,美食天堂 現在新的一個名字就是浪費之刀 大家都知道香港浪費 香港人有這麼多物質享受,但會不會快樂了? 沒有,原來沒有快樂 我們擁有更多物質 但香港人普遍的快樂指數是降低了 去年有一個調查 香港人的快樂指數全球排123 誰是冠軍呢?中美洲國家哥斯達尼加 我們聽否聽過?可能是比較落後些 落後些,比較有草根的地方 那些人擁有的物質不多,但它是快樂指數最高的 從這一點可以看到,我們快樂不是因為擁有得多 不是因為擁有得多,而是我們的生活態度 你是否達官呢?你是否很惜福呢? 你是否很珍惜你現在有的東西呢? 你是否很知足呢? 那些才是真的快樂的因素 知足的人最快樂的 不知足呢?你以後都是差一樣 三個件都是差一件 好了,香港人耗用很大量的資源 食物、能源、交通衣服 近年社會的風氣變差 年輕人對社會的現狀不和 香港其實都挺好的 是一個高福利的國家 但香港現在不滿的情緒越來越多 為甚麼呢? 為甚麼不滿呢? 視爽、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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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 你見到人有自己沒有理會 不服氣 見到人家的房子那麼大 自己的房子那麼小 不服氣 你看到外國好像一樣都有 你只看到好那一面 你就想跟別人等同 追到別人 但有些東西追不到 不就又不滿 那個情緒是一路路累積 一路路醞釀的 香港人用那麼多物質 物質很豐富 但快樂指數是降低的 可見我們要追求快樂 不可以靠物質 這在環保方面是一個關鍵 我們不需要靠物質豐富 令自己快樂 有甚麼方法令自己快樂呢? 相反 減少物質 減少使用物質 你會發力 我一會兒會說 好了 香港物質供應充裕 浪費 周圍都見到浪費 愛賣族 瘋狂購物 瘋狂購物一定是浪費的 買了那麼多物質 一定用不完 結果 有些東西送給人 有些東西放在那裏 不知道放到難 真的用的很少 很少部份 愛賣族 她是喜歡去買東西的感覺 香港很多 你去大公司看就知道 那一有大減價 都真的要去搶 其實當時 心想著是嘗放 不買虧 不怕虧 那是怕虧 但它是否真的有用呢? 不知道 是真的有什麼 那是真的有用 到底是否真的有用 你SOGO買了兩千多元 你買回去煮的東西一定會更好吃 我買回來也是放在那裡 可能你進去還要搶一大輪才想到 我個人不是搶的 就是兩千多元 這個都是有些叫愛買族 人的慾望無窮 人人的慾望都是無窮 只要你開始有了 你見到人有你就一路不能停 我們要知所節制 所以說環保就是我們要節制、節弱才是重點 過度施廢令世界在不知不覺中變懷 地球出現懷景災難 帶了一個颱風、琴流感 中毒全部都是因為消費而造出來 因為過度消費 過度消費 因為我們用的產品全部都要生產 經過人生產 生產在過程裡是要在工廠製造的 工廠要用能源 能源消耗又令到我們的地球跌遠 製造時一定是有些廢料、毒素走出來 沒有經好處理 排到河流 又污染了我們的海產、河產 所以地球災難、種種災難 都是由於我們太多消費 消費太高 每項消費都累積大量立法 而且製造碳足跡 保護環境的方法 不外是這三天 簡薄生活 我們生活簡薄些、簡單些 不要太多設備 不要應有盡有的設備 小慾、知足 慾望少些 慾望少的方法就是 每一件事想清楚些 雖然很想要 但應不應該滿足自己呢 或者是辣住 不要做著呢 知足、有就算了 不需要用最新、最好 有就行 適風、愛物 現在我們用的東西 我們要珍惜它 不要動不動就活 用到它不用得為止 物盡其用 物盡其用 其實這一種 這三樣東西 簡薄生活、小慾之中 適風、愛物 不是 Thats 是人的美德 是自錦 佛令子 求之間 雖然我 睫見 捷而�z 一聚 言誰 適風 摩 不讓 1969 便是靠 gens 即是 millions 仲 背 寬 那麼少一點 接濟 接濟 那跟孤寒 不是孤寒 孤寒是貶義詞 接檢是 他就是不貪自己 就是孤寒 一般人 公寒是貶義詞 不好意思 用詞很重要 我們不要隨意用 我們有一個指責的意味 我未必做得到 不過你想說是感應性 感生 感應 感生 但是善良好 感應生 要嗎 你的同胞人 是的 這不錯啦 是不是 我不好 你說我不錯 我說我不好 那可以慢慢改進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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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我們說保護環境的方法 現在繼續說 簡泊生活 簡泊的人生是美德 因為古代我們有修圍的人 我們叫德高望重的人 他都是簡泊的 一定是很簡泊的 共通的這個 可以見簡泊的人是美德的 小時候幸福很簡單 很容易就滿足 在石文仔那時候 長大了 簡單才會幸福 好嗎 關鍊大家想想 小肉之觸簡單生活 幸福 這就是最後的定案 指則仇了 是的 我最近看這個片 記住享受這個片 我差不多下載了二百集 我送給公醫師 不知道有沒有看 這個片令我很震撼 記住享受 他原本就是叫別人 懷念以前鄉間的那種思鄉 很多人在鄉下長大 但離開了鄉下去外面賺食 帶了名成利就 想起鄉下美好的一年 順樸的一年 原來中國現在還有很多鄉村 是很靈樸的 我們不知道的 你跟旅行團去不到的 我這個片令我很震撼 好像帶回我去以前 是一個很令人懷念的年代 那些人很純樸 在哪裏看到 大學電台的人 不是 不是 在YouTube 在YouTube 他中央台的片大部份都放了上YouTube 你記住 記住享受就找到 因為他二百多集 我很喜歡他的主題曲 他的主題曲 雖然跟佛教的修行有少少不同 但我覺得他給我 我喜歡他那一部份就是 回復以前的簡樸的生命 那些屋面冷氣都沒有 但是那些人很有禮貌很有德行 你可以說是我們心目中的一個菩薩幫 我覺得這跟萬輩有關 為甚麼呢 如果我們想這個世界好呢 我們一定要恢復以前那種簡樸的生命 我們才可以改變世界 希望多些人可以重拾那個簡樸的生命 我用他一句成語 反普歸真 反普歸真 就是這句 就是這個學典 大家欣賞一下 各位看看他的褲子 好 給他一句 你叫我啊就來弄 我什麼年紀轉 你學多少醉一刻 我 香愁是一碗樹 香愁是一杯酒 香愁是一波一波 香愁是一生情 年生无怀疾一天无尽 一波就能发现一波故事 一波一波一波 再也不及一波 痛不一波往下 我们的天空 好热喔 我们何时走 我爱你的心肠 你我陪水 你飞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很值得我们来学习的 对了 对了 将它归纳我 就是 古性先言的理德 就是在他每一个村每一个村的淡房 就发掘出来 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们现在学性言教育 学什么呢 就是这些人 敬天为地 敲道 全家 每个家庭 都要学习 有效度 寧静致远 身怀感恩 送学 向善 诚实手信 温和处世 浙见有缘 人哀为本 薄木有道 尽忠即守 神毒修身 这些都是古人所说的美德 我们都要逐样逐样去学习 我每看一个片 每一个乡村里面 它有些故事 就令我很感动 它都是讲这里 其中一个 我最后看这个 是叫神毒修身 神毒修身 这个是特别重要 我觉得跟环保很有关 什么叫神毒修身呢 就是当你没有人看着你那时 你还会否放纵自己 会否乱做的事 所以古人说神毒很重要 我们很多事都是怕人看到 怕人不敢做 但没有人看着你那时 你会否自己管理自己 会的 会的 宗教送人 但不容易做到 所以就读经 需要学习 需要教育 要自知 要读大学 就是需要透过这个教育 这些我们慢慢都可以分享 我现在慢慢续习续习体验之后 都在环保这个课程中 跟大家分享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心灵环保 如何使用我们的污垢 污垢的心 这句就是我们师父的静思语 他说人生越简单越快乐 生活越单纯越幸福 大家接不接受这个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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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讲这么多 其实都是 越单纯越幸福 减少便好 少便最好 好 好 跟各位介绍一下 这个是极简主义 这个是新的名字 极简神 资本主义 你有听过吗 极简主义 有没有听过吗 真的要极简主义 当我们生活上每一样需要的 可不可以减得最低限度 可以 譬如你煮饭 你需要有几个煲才可以煮饭 要不需要大中小煲 一锅煲就够 买个大些 要几个刀才可以煮到 就新刀 你看看这番鬼佬的厨房 几十把刀 又大又小 有些是弯的 但是我看事前上的中国 原来中国的厨师是一把刀 很大把 他就是切豆腐 他都是用那把 刀工厉害 我说这个真是极简主义 一把刀搞定了 没有细多批刀工 极简主义很值得我们去学习 把生活物品减到最少 少就是你 好了 身边的物品越少 人生越幸福自在 身边的东西不是越多 越自在 要照顾家里 因为如果你多 第一 你不记得了放在那边 真的 你想用那时 拿不出来 等于没有 你想要那时 找不到 我下午先跟师姐吃饭说 我说 现在我们学习打果汁来喝 很有意 他说 我家里 我的果汁机都不知道放在哪 即是你没有果汁机 有即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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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物件太多 因为物件太多 所以 因为不再需要物品为田 满我们的人生 其实我们有很多东西用不到 用不到 不要想 就送给人 送给人 好过 好过你把那件事浪败 霸住但你没用 一会儿断舍尼又说 好 好 现在说极简主义 多余的习物 会奪走我们的能量 你找他 找不到那时便有勞气 去找那时很辛苦 很辛苦 捐入去床下底的床 为什么你整天捐到去床下底 不是在那里找我 浪败了我们的时间 浪败了我们的时间 心情 没有太心情 找不到 减少身边的 减少身边的 在这里打掃掃 每日都感到 小夜是有一种 暢快的感觉 好 好了 这个极简主义 就是一个日本的作家所说的 他展示出来给我们看 这个是他的家 他以前都不是那么少东西 很喜欢草物的 相机都整整六七部 然后那些照片 那些去旅行买回来的纪念品 整个季都是东西 但是他觉悟 他觉悟觉得 这样是令自己很辛苦 于是 将他的家屋变成这样 大家会不会想想 大家想想这样 是否很舒服 如果你回到家屋是这样 是否很舒服 我截不到片 我这不知是否很多 他应该不只得一间房 应该有几间十 我截不到片 那邊有個大廳 雖然是大也沒力氣 沒力氣就大了 好 你們看看她 是不是有這麼少東西 有這麼少東西 就是這麼多 其他原本是不止的 留這麼多日常用的 房間全床都沒有 只鋪一塊榻榻米 可以嗎 可以嗎 這櫃 這叫碗碟櫃 衣櫃裡面 衣服都是極少 大家可以計一計數 夏天你需要穿多少件衣服 三四件 包起來洗的時候 要等它乾 出街的衣服 在家裡的衣服 最少可以穿多少呢 如果你想過一個極簡 享受極簡主義的快樂 你開始適合 看一下 將那些無用的東西 送走 看我生活會不會有條理些 配合她的極簡主義 有一個叫減法思維 亦都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多數人都以為 多數人都以加速做思維 因為越多東西就越快樂 我買多一件東西 我就方便一點 買多一個盒回來 可以多擺一些東西 不會那些東西亂 那個人都是這樣想的 買多一個盒回來 或者訂多一個櫃 來擺雜物 那些東西就會有條理 我想用的時候就拿出來 事不知不是 物質帶來的快樂 往往都是很短暫 而且是越來越少 當你開始有的時候 你會很開心 再有第二次 你那個快樂的感覺 就會降低 物質比我們的快樂 一直到低減 我們生活的起源 其實是來自減熟 少才會令我們快樂 不過如果物質 會奪走我們的能量時間 帶在一起 我們就是 將我們的能量 用在穩 好了 接著說 就是斷捨離 這三個字 就是我們 怎樣去整理自己的家 不要把家裡變成垃圾缸 不要把家裡變成垃圾缸 斷捨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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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的 教人們怎樣去管理雜物 真的很少 有沒有人會去學 沒有 沒有人去學 香港 但是日本很流行 沒有 別人喜歡把家裡整理得好 不好意思 有時候 有時候真的逼我們家層幫學生 買什麼 習作 那些書 又是電子藤品 又是書 不是我的時候 不是那麽多 有時候 我覺得要對家層的心情 辛苦 有時候可以購買 又要電子書 又要什麼什麼 還有周圍的廣告 有些東西是有點衰的 你都沒辦法說不賣 你畢竟在香港… 現在你要在一個學校 你在一個系統裡學習 小朋友都要 他現在學習都是聽著 聽著的語統 這個沒辦法的 這個朝來是這樣 但是我們在可行的範圍裡 我們盡量節約 我們能夠主控到的東西 我們能夠主宰到的東西 我盡量簡化 因為簡化會令到我們自在 斷捨離 其實他用三個字 斷捨離 斷絕不需要的東西 不買不收取 我們沒有需要的東西 你想清想錯 買那些東西回來 是想一時而下 興起 還是真的很需要呢 那就要想清想錯 不然就不要買 不要買 寫氣堆放在家裡 沒有用的東西 你清理一下自己的衣物 有些買的時候很喜歡 但買回來從來沒有穿過 你都可以送給你 從來沒有穿過 寫氣了之後 你會覺得有一股很舒服的感覺 好 脫離對物質的迷戀 不要認為物質會帶來快樂 不要這樣想 讓自己處於寬敞 舒適自由自在的空間 我們給多些生活空間給自己 給物質更加重要 我們需要的就是一個空間 我覺得香港人特別需要 現在的屋越來越小 是呀 屋越來越小空間 天花以前很高 但現在香港人越來越喜歡買東西 屋越來越小 扣買肉越來越強 只是自己過不去 如果買了整屋都是 屋越來越小 你會覺得怎樣 發蠻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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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扔又不捨得 你們的維修站 又不捨得 你說得對 我們回收站 我們周時收到的東西很新 沒有用過的東西都有的 很多東西 以前我都舉個例 我們收回來很多東西 都未用過的 未開過的招指都有的 那些電子產品 那些電子產品 空氣精神機都有人要 送不出來 電話、相機 他都好 肯送到外收站 有些人在那些垃圾房 他就想著有些人收起來 很可惜 沒有人收起來 但物質太多 物質太多 為甚麼呢 為甚麼會有這些 有些可能是禮物 例如 你朋友多 你一生日 很多人送同樣的東西給你 那你用不完 就放在一個櫃裡 但放得很久 你又覺得妨礙自己 如果有人回收 你就送出去 送完之後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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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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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感恩戶 即是我們去關懷那些 我們試過有三宗、四宗 家裡 簡直可以開門走進去 然後進去 有條走道 它是走進房間 整個廳 整個廳都擺滿了東西 從地上擺到上去天花 有幾個都是這樣的 那些東西 有些是拿錢賣的 有些是收拾回來 即是別人不要放在樓梯口 他就收拾回來 不捨得扔 我想這個是他心理方面的缺乏 某一方面的缺乏 病態 或是安全改的缺乏 這個是這個 無聊 主要是他有空 是嗎 無聊 拿一件東西回來 以為是很開心 是啊 是他有新病的 是新病的 他的家人就慘了 連回家 連睡覺的地方都沒有 連床都擺滿了東西 我們試過幾宗 結果勸了很久之後 他肯被人扔 扔狗車東西 垃圾桶 垃圾桶 不借的狗車 是呀 主公屋 那你送去垃圾桶 不是送去不會收窄嗎 有些可以賣的就去賣 有些可以賣 但是要幫他清掉 所以才知道 我們都要推下街 有輛車來收 都要推下街 問那個清潔 管理署借那個垃圾桶 就推走了 清完之後是怎樣 清完之後他家屋 他覺得 他不記得中 他就搬開了一塊大石 他的子女 他的子女勸了幾年 現在還未接 很快便 只會這麼多東西回來 多數是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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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有指揮勸她 第一是外人 第二是我們很心機 跟她說 第三呢 我們真的要有人去幫她搬 你們有沒有移工充足 有 我們差不多十多人去幫她 沒有人家庭是年輕的 沒有人家庭 搬完還要幫她洗乾淨 你知道嗎 搬完 他現在那個很極端 連家裡洗澡的地方都沒有 要去公廁那裡洗 他住屋邨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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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就是 那個蜜肉強度 去買 去買 買賣都不敢洗 有問題的 有問題的 三心病 好了 我們學習就是段寫尼 這個很好用 段寫尼 現在廣環部一定說 阿團就是 不需要的東西不要買 寫就是 擺在家裡 沒有用的東西 送走 清掉了家裡 尼就是 對物質的 遠離 對物質的迷你 不要想著物質對我 是好的 這三樣就是令到我們家裡很舒服 你也是一個環保人 不要做破壞地球的事 這個很出名 現在說環保 很多人都是說 用這個電子寫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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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阿高三姐 我先 我問阿高三姐 我先 阿高三用美國去先 去看éch外 好嗎 嗯 你好 阿高三姐 你自己看過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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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環保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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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嗎 好 反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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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贪就变成贫 贫再变成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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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追回回头 现在觉得贫是什么原因 你走回头找个源头 原来就是贪 贪是变成贫 多求就是有求不得的苦 所以这个是为何 贪欲对我们的遗憾 如果你很多东西都想要 但你一定不会每样都得到 那就是有求不得的苦 人生的八种苦 就是求不得苦 多欲为苦 多欲为苦 生死疲劳 从贪欲起 小欲无畏 身心自在 这个是八大人各经 里面的经文 佛陀说 多欲为苦 我们欲望多 会令到我们苦 生死疲劳 我们从出生至死亡 那个阶 那个过程 我们都会令自己很累 如果我们的欲望很强 很高 令到我们很累的原因 就是从贪欲起 小欲无畏 小欲就是我们的欲望减少 无畏我们不去追逐 有违就是去追逐 我们不去追逐 身心自在 我们都很温和 你不起一个念头 去想拥有一件事 你没事的 你没事的 现在很多人说 我要 要供层楼 没有钱给收期 你不打算去买楼 你不会有那么多货 是啊 到你供了几百万 上九八都不起 即是你没有起过 你没有起过的念头 你不会觉得是负购的 你的缘是这样 你便是上义的缘 即是 你没有能力去负担一层楼 你便不要去 不要想着去留一层楼 一千万都买不到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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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便不用睡街 不用睡街 我看这个香港电台 好像《鏗章集》 他说有一个录音师 做录音的 他说我打算买楼 因为他说我人工只有两万多 他不打算买楼便租一层楼 租七百千元 他都够用的 很舒服 很舒服 晚上回家休息 又可以在家看东西玩音乐 但他没有想着去摆一层楼 他不会觉得很辛苦 有智慧 因为你有这么大的头 但有这么大的毛 是 量力二怀音 那便是小欲无怀 欲望少些 所以懂得这个道理 这个人便会自在 我的幸福就是知足 你看看小朋友 小朋友最容易知足 そう 真的 都能太多 知足足 知足足 都plet 成语 中文好 我分得可能上面摆在哪 中国政府 也不清楚 中国导文 功会 中文好 泈义 有十所 正面教育的人 不 不正教育 我们的成语 中文 这些知足上是诚意 刚才那些诚意 千山寡欲 讲知足 心无厌足,为则多求,增长罪恶 这是八大人国经 如果心不满足多求,会做坏,会犯罪 一定犯罪 菩萨不已,菩萨就不会这样做 尚念知足,安瓶首度,为为是 菩萨就是很知足的 最后就是智慧 八大人绝今是星空法师 他是大法师,所以才有这样的社会 不好意思 八大人国经是班国务的 安西高华 不是,不好意思 我给你一个名字是 台湾那个星空大师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八大人绝今不是他吗 在古,以前古代的大师 不好意思,对不起 那我给你错了 好了,讲知足 人生只有私用权,有所有权 这就是我们师傅说的 人生只有使用权 你现在有一个东西 你只是有权用它 但你是否可以永远拥有它呢 生命败不走 财产变为产 一口气不外 所以呢 对于物质我们不需要太过迷暖 有就可以了 好了,物质之乐呢 虚幻无常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要变 财富是五家共有 其实我们说有财富呢 财富随时可以无的 财富随时可以无上了 不见了的 是五家呢 就是水一火 渡 水一火一渡 大水松了去 火烧了去 被人偷了 跟着呢 偷官污吏 还有呢 不孝子孙 不孝子孙 会替我洗去 用不用 财富呢 当你有时你用就行 但你不可以永远拥有 我说永远拥有 哲欲少用 富足平安 这是一个真理 时间不多了 介绍一下香港 在香港的分裂回收的角色 我本来有个影片 包括现在的电脑感 我不播了 给大家看一些影片 给大家看就算了 香港的时製呢 是09年开始做资源回收 我们的环保站 第一个呢 就在车工庙那里 车工庙 大围车工庙 有一个 这间白色这间屋仔 我们里面呢 就是这样做 将那些膠樽分类 没有什么设备的 很简单 极简主义 那时候已经是 坐在椅子里 将那些枕分开 有些学生仔来学习 如何分类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在质源冲那里 那个地方很小 也是同样做 回收一些膠樽 将它分类整理好之后 就是慢一点 减少了 素贵堆填区的垃圾 这个是质源冲 这里也是 随此之外 我们有些在街的回收店 这里是 北国道那里 春阳街那里 那里 我们有一个站在那里 一个店 不是一个站 星期三上午 很多街坊 现在认识我们 现在呢 10点钟 左右 9点半左右 他们就开始拿东西来 我们来看看 这些 瓶 膠 膠 瓣 玻璃瓶 等等 可以回收的物品 就拿给我们回收 这个也是北国 那我们做 在那个 马路那里做酸道 放了一个个回收栏 就教街坊 怎样分类 我们如果做好回收 有哪些应该放在哪里 有哪些是不可以回收的 我们就即常告诉他们 久了他们都会吃 这个也是北港 那我们每一招 收回来的东西 要一辆这么大的车 才能安装 第二个呢 另外一个就是 美股新村 有一个夜间晚宝 就是会同星期五 夜马虾 六 七点 七点至九点 两个钟头 这个是张军澳 又是夜间晚宝 这个是马鑫山 这个是大圆村 大家知道是哪里 大圆村 大圆村 我们这个位置是最好的 我是在那里居住的 星期五 我就参加大圆村的回收 它上高 后面这个是舞台 看到很多的壁画 是一个表演舞台 上面有上盖 最好的 它不受天气影响 全天候可以运作的 接着是大核道的回收碟 我们香港呢 2010至2016之间 就开了21个环保碟 3个站18个碟 我们义工的人数是200多个 230个 香港来说很少 做了这么多年 我们都是只有200多人 有没有裹充 真如葱都有 真如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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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如葱有一个站 在街市 真如葱有一个站 在亚书街市 真如葱有 给回收物卖是值不到钱, 收成车也卖了几十元, 为何做环保呢? 为何做回收呢? 其实就是引起大家对环境问题的关心, 既然我们社会有那麽多垃圾, 为何可以减少呢? 除了减少使用之外, 我们用过的东西, 如果处理好, 将它回收垃圾的小周, 回收的不是垃圾, 它不会送去堆田区, 再循环再做, 即是进入经济价值。 你们做到最后, 我会陆济东区的, 不可以批准人的。 不是给人, 我们做过, 两边都做过, 你们做得非常好。 你在陆济东区做过? 是呀,做个义工。 哦, 你不可以说他们做得不好, 因为很多限制, 现在的陆济区区, 很多限制, 因为区议会反对, 他不想那个地方, 人家有骚髒的情况, 给居民看到。 因为居民, 所有人都不喜欢, 我旁边有一个垃圾缸。 环保站, 它是很好的, 环保站一定是骚髒的。 是呀, 谢谢。 台湾, 我们现在台湾做到这么多环保站, 都遇到很多困难。 是呀。 是呀。 我们试过, 初初开一间, 在高鹏, 开一个环保站, 哇, 被人告到上去市政府, 因为他隔离, 有一间幼稚园, 有一间食店, 食物馆, 食物馆, 吵得最紧要的, 后来就变了我们的志工。 所以心灵教育, 是呀, 很紧要, 因为初初他认定, 那个承建就是, 环保站一定很脏, 即是现在我们香港人的承建, 为什么陆在区区会, 你说做不到事呢? 他限制了他, 那些东西不可以去到那里昏迷, 不准做昏迷, 只可以在外面收窒了之后, 送去那里, 好了, 密封, 跟着在那里卖了他, 找人车走他, 他的站只可以做什么呢? 宣传? 教育, 教育就是那些人去上堂, 上堂就是在黑板, 在课室那里上堂, 但他们没有体验的机会? 没有。 没有得体会, 没有得体验, 没有得体验, 第一个月。 所以跟我们的理念有点不同, 是的。 我们为什么会做环保呢? 即是慈祭的做方法呢? 我想你来做, 不是想你来听, 你做过之后, 你就会改变, 是的。 因为行动, 新教, 新教, 新教好为研教, 你做一次, 或者你一个月, 做一个小时也好, 做完之后, 你个人就会环保, 太辛苦了。 肯定的了, 你做完之后, 我们所谓的义工, 我们的志工, 只要你来参加过几次, 你个人都很环保, 因为你看到很多东西是浪费的, 香港那么多废物产生出来, 我知道了, 我就不会再做破坏那个人, 所以我们那个叫新幸教育, 新幸教育, 就是你来参加一下, 你来做, 哪怕你只是短暂时间, 你做完之后, 你个人就会改变, 我们推幻保, 就是希望人改变, 息福外拔, 我们的义工就可以了, 我做了那么久, 我不会浪费, 我尽量用得的东西, 我不会丢的, 每一件事尽量是折省的简主义, 好多人的简主义, 不好意思, 我补充一句, 所以我们老祖先说一句, 琴锦持家, 舌持败家, 琴锦, 即是锦, 没意思, 差不多了, 才可以持家, 舌持一定败家, 是, 古代都有, 有智慧的人都会了解到他的合意, 环保志工的心声, 我有五分钟时间, 静化心灵, 好,我想大家听一听这首歌先, 大家听一听这首歌, 年轻 mein自己的工作。 我听到是幻想。 我听到没有什么 anyone else in the world, 我听到こと像是幻想象中, 我听到那首歌, 我听到那首歌, 我听到与你。 我听到大呼吸。 我听到大呼吸。 你以前的歌, 有请歌还有。 你 sempre有请的。 我听到大呼吸。 有没有一遍长相 好了 你看看红色彩织 特别留意了 特别留 提了 当你懂得了 提了 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叉叉 当你明白了 这道理 你心情將會很開朗 仍然為我 我會仍然 世界會更安詳 讓我看紅藍花樣 任性也善良 好讓人間 只能出道 充滿溫暖 當地懂得了 體諒 你的生活再也不會惹惹 當地明白了 這道理 你心情將會很開朗 仍然為我 我會仍然 世界會更安詳 讓我看紅藍花樣 任性也善良 好讓人間 只能出道 充滿溫暖 好讓人間 只能出道 充滿溫暖 好讓人間 只能出道 充滿溫暖 我是中國人 現在你們宣傳這個文化 聖義文化 我是中國人 裡面的歌詞 那些以前的名歌 曾經各個名歌 可以努力做教材 我先說這首歌的含義 因為師父 正研發師 叫我們的環保志工 叫做草根蒲體 草根蒲體 蒲體就是主要呼的意思 覺悟的意思 草根就是最低層的意思 它是講我們一班環保志工 他們是一班很草根的人 就是社會的基層 但他們過不了 過不了一道理 我們大外電視台有一系列 每一個星期都有五萬 草根蒲體系列 逐個環保志工去講 它的主題曲就是這首歌 就是溫暖 我們在這首歌裡面看到 我們做環保除了說回收之外 還要淨化心靈 怎樣為之淨化心靈呢 就是我們學到紅色字 你有沒有替別人著想 一個環保站有這麼多人 大家一齊會做事 你有沒有將快樂跟別人分享呢 你有沒有跟別人互相體諒呢 大家學習互相體諒 人家有些事是做得不適合自己的意思 你有沒有體諒別人 包括有沒有原諒別人 人人為我我為人人 世界會更安詳 有時你需要幫助我去幫你 我需要幫助我 你有沒有來幫我 互相幫助 讓我們同來發揚人性善良 我們一班大家相識了 在環保站大家相識了 我們有沒有發揮到 互相幫助 有沒有發揮到人性善良 光輝的恩怨 好讓人間到處都充滿溫暖 這首歌就是 我們做環保志工 即寄忘 我們能夠做到這一點 我本來有一個影片 我本來有一個影片 今天電腦不夠 速度不夠 下次有機會再播 我記得幫你看 那個名稱 那個名稱 你說還有一部想給我們聽 這些很高 你喜歡嗎 這個 我播一點點給你看 播一點點 除了之間還有什麼東西 好 不好意思 但這個影片播不到 因為那個速度 隨便 下次有機會 好 我今日的分享到這裡為止 做環保 我希望大家成員我的地球 從生活上 每一個細節 自己要管自己 沒有人看著 就可以隨心所欲 所以君子神奇毒 所以大學第一張一條 所以大學第一張一條 君子神奇毒 這個很重要 所以大學第一張 所以大學第一張 環保都是講自己管自己 好 時間我就交給張貝初師姐 謝謝 大家好 師父好 和大家見面 補充剛才一句 為人設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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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收益 收益都不是很大 收益 你不是在同人設賞 那裡出發 就很難收 你們覺得 是不是 我一陣間 都有編排了少許時間 希望大家都來分享一下 但是如果我講的時候 就希望大家等一等 如果需要分享的時間 或者寫起一下他 我今日講的 都是在這個帶那裡 這個聖賢教育 改變命運那裡 有個故事就抽出來 就叫做借錢享受 我幻無窮 借錢 現在香港很多人借錢 尤其是公樓 那我都叫人家 你們留一會兒 不然你贊了我 就不夠時間 這樣這位主人翁 大概都是十幾十年前 在內地 是一個真人真事來的 一位叫做黃雪蓮女士 的親身經歷來的 因為現在內地 就有一些傳統文化的論壇 她就參與了 就將她改變過來 現在就講回這個黃雪蓮女士 這位女士至少很人性刁蠻 又剛強 又控制欲很強 脾氣又很暴躁 還有心頭高 貪慕虛榮 但是如果我們心頭高不是差的 那你就去努力 去學習奮鬥 但她又不是 從小到大都很難教 她不會聽任何人說 直到長大了結婚 嫁了丈夫 她的丈夫叫做阿明 不過她都算行運 她的奶奶送了五萬元給她兩夫婦 去買一個單位來居住 當時大概可以買到兩房一廳的單位 其實小家庭來說都算不錯 她兩夫婦都是公務員來的 當時大概是二千多元 即是兩夫婦合起來 有月薪就二千多元 又有地方 有自己的地方住 知足常樂來說 根本上都是不錯的 但是大家都已經收到訊息 就是說這位雪蓮女士 是很貪慕虛榮的 住下住下那間屋 就開始嫌棄 又小 又地方又偏僻 想著跟阿明她的先生商量 不如我們換那間大的 但是沒有錢 就跟別人借 我那些朋友非負則貴 借了五萬元回來 又換過一間一千尺 住沒多久又不滿足 於是又再借到五萬回來 又換過一間一千六百尺 還有兩個車位 大市裝修盡奢華 本來應該如她所願 但是這個人忘記了 有句話叫做一闊三大 你住大間屋 是否支出都多些 電費、水費都多些 好似不在香港 管理費隨時都幾千元 住下住下 那些債主來土債 因為錢後借了十萬 你一個月兩個才得二千元入息 那又如何還債 剛好借了 有個朋友跟雪蓮說 不如你們做生意 因為這些朋友都了解她性格 她身頭高、好高無軟 介紹她做煤炭生意 那些煤炭生意很賺錢 因為工業都是用煤炭的 所以剛才那些搞到這麼多霧霾 都是因為煤炭 做煤炭生意 就包你賺錢 這樣賺幾個開 那這個雪蓮就心動動了 聽了之後 她亦都很想發達那一種 希望一朝富貴 這個發達的黃金夢 就每天在發 回去跟先生商量 其實只有一個講字 她根本不會聽任何人講話 我先生都不是很贊成 但是你都不說得她贏 她說年輕人不借錢就沒有動力 不做生意就沒有出息 於是反正賺錢 投資多些 但是她就想不到一件事 她今次她說投資多些 當然要借多些錢出來 才可以投資多些 但是她忘記了她的一家大小壞斷 她的性命就是綁在她這個決定上 如果失敗了 全家老少大小都要跟她陪葬 為什麼呢 她投資多些 一借就不是借十萬八萬 一借就八十萬 八十萬 就算現在我們香港來講 都不簡單 現在內地都很發達的 但是十幾年前那時候 就沒有現在這麼興旺 那借八十萬回來 如果將那些煤炭全部轉手賣給人 除了拿回本錢 還可以計算過 那條數打的二線盤 除清支出的本錢 都還有三十萬的利潤的 盡漲 真是她想起都開心 是不是 要視乎不顧一切 就走去入那些煤炭 聽那個朋友說 跟別人借八十萬 這個借的那個借的 買了煤炭回來 即是轉手賣給人 過了一個時期 有一天 那個電話響 原來她的朋友 曾經跟她買了一部份的煤炭 她說 喂 這些煤炭 比石頭還硬 完全燒不著的 那那個少爺說 蛤 燒不著 那那個煤炭怎麼會燒不著呢 但是她終於自己拿回來試試 其實自己都不知道 拿回來一燒之下 原來真是這些假貨 她被人騙了 被人騙了 死了八十萬 借了人錢 現在買到的假貨回來 那怎麼辦呢 於是乎 又托朋友 整批貨 又賣光給人 就說 虧多少也好 但求出手 那那個朋友 又出了他 出了之後 不是想像中 賺了三十萬 而是虧了三十萬 虧了三十萬 說我們買了一些假的東西 不要給人知道 她那個夢還未醒 還未醒 於是乎 她就死了 怎麼辦呢 天天的電話不停 就是那些債主臨門 個個窮追猛打 追他們還錢 那你借了錢 那些債主會不會和你客氣 會的 當然窮追猛打 甚至沒有 電話 她不聽 就上門來 都要追 始終 就是紙包不住火 連父母 兩方的父母 都知道了 老人家知道 真是可憐 吃一吃不下 睡就睡不著 那個老人家 一夜就白頭 一憂慎 對 那些子女有時候 做父母 有什麼辦法不擔心 是不是 她這次 就真是拿了自己 一家大小的性命 來拉一起陪葬 甚至有一次 她的女兒去探 她的外婆 就是回到外家 她的外婆 就問她的孫女 她的孫女 她的孫女只有幾歲大 五六歲大 乖孫女 你喜歡吃什麼 阿婆婆買給你吃 她去探她 那一個孫女 這個小朋友 你猜一下她怎麼認 那個婆婆 她說 阿婆婆 我什麼都不想吃 不如你拿些錢給媽媽還債 你說一不陰空 忽然都心酸 那個婆婆 就傷心到你眼水就直流 我聽見我都流 那怎麼算好呢 抱著那個孫女 都不知說什麼才對 那有什麼辦法呢 所以我們成為一家做人父母 或者做人子女 真的搞不好那些經濟 因為年累真的好大 整家人都給你父女 是不是 那現在怎麼算好呢 虧了三十萬 加上以前借了人十萬 買樓 借了兩次 那就是四十萬 四十萬 如果你要還 都不是那麼容易 那現在又虧了本 那天天就黃黃不可終日 是不是在那裡享受 他打算借錢回來買一間漂亮的大屋 來享受 那現在你們覺得他是不是在享受 人間地獄 是的 受苦受難 黃黃不可終日 還有他把他年青那十年的黃金實 就將來浪費了那個地方 就是給貪慕虛榮 就誤了他這十年 還要連帶個丈夫 和一家大小都給他連累買 那怎麼算好呢 人家追債就怎樣 問老張借了錢就還給老李 那東家借就西家環 十個煲就八個蓋 蓋也都蓋不成了 那怎麼算好呢 真是一些辦法都沒有 阿雪蓮呢 原本脾氣都已經不好了 撞到這個這麼大的財政壓力 不僅僅是人都被他罵 還打人 天天就跟他先生打三場交 一天打三場 你說死不死呀 家無寧日 是不是呀 怎麼算好呢 這樣了 但是呢 都有人勸他 說把那間大屋賣去 那間大屋賣去 那間一千六百尺 這樣呢 就應該賣到多少 就可以還債 不過呢 他又聽了一位朋友的疏擺 他說 借了人錢 就是大了 人家都來你不何的 你用什麼這麼傻 走去這麼心急還錢給人呢 這個什麼朋友呀 你說 狗朋友 走友 對了 那些就是俗語所謂 豬朋狗友 飲食朋友 這些是 因為他 如果他不賣屋 不還錢 或者他 對他還有好處 那些經常喝飲食 吃吃呢 那就好了 那這個雪蓮呢 他的頭腦就是這樣 就聽人家疏擺 那就是 我不用這麼傻 我用什麼這麼心急還錢 就有得他先 見一步走一步 那他有一天 就在街上 他真是幸運 很幸運 為什麼呢 他在街上 遇到一位朋友 這個朋友 正在接受 那個聖賢教育的 這麼巧他們 是河北人 河北省 就有一個傳統文化的 聖賢教育論壇 就離開 叫阿雪蓮 我送兩張入場券給你 免費的 還有免費五餐 好像我們這裡 三寶中心都是免費 五餐 對吧 我們很感恩 那好吧 那你去聽一下 聽了之後 就會改變你的命運 那阿雪蓮說 有沒有這麼簡單 聽一下就可以和我轉運 但是據聞說 很多那些企業家都去聽 我們反正都是 那就去嘗嘗聽一下 拉著那個先生 一起去聽 一聽之下 那些台上的老師 就令阿雪蓮非常震撼和感動 即是被那些聖賢教育感動了 他們一路聽就一路哭 自己就覺得自己 原來真是很錯的 做這件事 這樣不對的 於是乎回到家 就和那個先生商量了 阿明不如我們都賣了一間屋去 如果不是怎樣還錢 是吧 這個決定 他都是有些過誤 他才會這樣做 於是乎一下就拿那間大屋去還了給人 不是去賣了給人 買給人的錢 老張還五萬 老李還十萬 這個還一下還一下 將他的債行大部份都還清 還有少部份 但是阿雪蓮現在 真是聽了這個聖賢教育 回家又繼續學習 當然是阿媽 他就知道了 原來自己一半以來 那個心態都是錯了 你沒有福 沒有福的人 有福的人就不用借錢 沒有福的人就想享福 就是沒有可能的 他就搬去郊區 找一些舊一些小的單位租來住 那些人就說他 阿雪蓮你住在一千六呎大屋 你現在住在這個豆腐殷那裏 那裏 阿雪蓮就說 唉我知錯了 我自己虛榮神醒了 我一朝富貴這個夢已經幻滅了 現在有地方妻生 我還敢言生言死 於是他就在那裏重新改過 洗心革面 這個故事就講到這裏 暫時就告一段落 這樣一會兒有少少時間來分享 你們想想這個故事裏面 是有少少的啟示是隱藏了 是我們要細微一下的 那師兄你放我那段聖言語錄 就跟著那個DVD那裏打出來 有些聖言語錄 那我就抄了出來 不如大家跟著讀一下好嗎 好 福布是能量 靠得行的來 福布吉祥 幸福都是收得行的來 不是真沒來 更加不是貪回來的 剛強霸道 控制欲強 自我忠心 貪毫虛名 違背天性 女子空德 女子的天然德性是 柔信 謙和 安靜 旺家 女性剛強 男性柔弱 天翻地覆 破壞規律 違背必兇 得者本也 財者沒也 本沒倒置 必招災難 欲求富貴 必先摘根 勤健持家 主婦本分 千古美德 符合家道 貪無虛 貪無奢華 忘拜之恥 吃虧是福 老實是福 本分是福 貪心是和 取巧是和 賭博是和 男婚女家 學問最大 不惜道德 三思而行 身住黃金殿 心在游獲千 真正有福福 享受很自然 勉強求富貴 富貴押腰彎 辛勤監作 收得賠福 瓜屬契樂 只貪果實 無不敗忘 厚德在物 得為財土 人的得行事福布的基礎 如果沒有那種福布 是沒有辦法住大屋 坐在車 就所謂厚德在物 得不配為 必有災厭 得行與內 而享受不配合 承受不了 會造成災果 是不是 你們覺得 這個故事 剛才跟你們說過 隱藏了有一些啟示 就是 跟我們佛教 五獨煩惱有關的 佛教的五獨煩惱是什麼 貪 貪親癡 萬義 有些人經常說貪親癡 其實後面還有兩個字 你們想想這個故事 包含了這幾樣東西 包含了多少樣 你們可以分享一下 要把握時間 快要時間 快要時間 貪就不用說 他第一樣就是貪 他想著怎樣 自己不如而獲 你貪 你借錢就不如而獲 這樣就貪了 你們知不知道有什麼啟示 憋狂 憋狂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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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下一個因果 來講一下 現在要倒置良方 要下一個 這樣 如果你繼續 就沒什麼時間 現在我們想一下這個故事 包含了這五樣的五毒煩惱 包含了多少樣 貪就有了 有貪痴 親你有沒有 親啊 親就是眼目過目 目字邊 不是口字邊 那些人經常當作是口字邊 一個真假一個真 這個親呢 就是撞火 發憤 甚至找個眼睛賴一下人 都已經是犯了一個親了 那知道罵人打人殺人 人揹 作奸犯科 都是他的無名火引起 這個無名火就是親了 那癡呢 有沒有癡啊 哪個地方做了一些痴的事出來 他撿做那個房屋 投資 投機 投資投機 這件事在香港很多 尤其是詐騙電話 人家叫你做煤炭生意 你就摸都沒摸過 人家說好賺 你就發了那些白日夢 這個是不是愚痴 你又不熟又不做 這個痴啦 貪親痴啦 慢啦 有沒有慢啦 傲慢與偏見那齣戲 很出名的那個西片來的 傲慢 他有沒有犯到啦 不聽人勸告 無論先生好 無論家公家婆好 他父母好 任何的任計師發 他都不聽 這個就是驕傲 傲慢啦 最後那個是疑啦 有沒有犯啦 有 有 有 疑呢 即是深信就不疑嘛 他因為什麼都不信嘛 信為導員功得武 是不是啊 那你整天都人人講話 你都不聽的 那些小人的事就聽了 那些奸人的事就聽了 是不是啊 那些忠言逆耳 他就不聽了 是不是啊 那些忠言逆耳 他就不聽了 是不是啊 那些忠言逆耳 他就不聽了 是不是啊 那這個故事 這個主人翁呢 就是 就不妨分享幾句都好嘛 你覺得呢 這個故事 給了我們一些什麼看事啊 那我們就是 有些叫讀書心得嘛 現在就是聽故事的心得啦 那我先講啦 不讀四年書 那這樣啊 師姐 那就請你分享啦 那你快睡快快 那給別人先啦 給別人先啦 不好意思啊 那你看誰要分享啦 不要整天呢 就等我分享完它 哈哈 沒有預備 是不是啊 那不要緊啊 你聽了這個故事 你覺得呢 這一個說年啦 啊 啊 叫錯地方啊 同埋。還有呢呢 還有一件事 是啊 人是會給人家重壞啊 重用啊 因爲uda 我見有一個人 就是 這個太太呢 就比一個先生重壞 其實啊 啊 雪蓮那位先生都是用的擔任的 了呀 啊 我是他的丈夫的吧 不過他先生可能根本不懂得如何感化、教導他 就被他惡了,就任他惡了 如果這位先生去尋求指導 好像現在我們香港很多社工、教育家 去尋求學到一些方法回去感化這個太太 你可以解釋給他聽,不是這麼簡單的,借人錢 現在不是說你和媽媽拿到他有錢給你 你拿了他,他就給了你就算帳,你是借錢要還的 還有你還有一隻隻八十萬 你何得何能呢? 有一位師傅說做生意要具備三樣條件 三樣都是本人、本事、本錢 這三樣東西你都要具備才可以做生意 那什麽叫本人呢?就是你自己身歷其境 親身去下去,力不道不為才嘛 你親自去做、去主持,這個就是本人 本事呢?就是你有沒有這樣的本事? 就是你的才幹,你的能幹,譬如你做煤炭生意 你一向都已經做著,或者打著工 在煤炭廠做著,都還要了解一下他的運作 了解一下他,怎麽賣回來,賣出去 這個成本和利潤,有幾多人需要這件事 要了解得很清楚,這些就是本事了 還有我第三個最主要的就是本錢 如果沒有本錢,這位師傅說 沒有本錢你就不夠福的了 你的福氣就已經少了 如果你有本錢,你就可以做生意 但是如果你要說我完全沒有本錢就借回來 那就不具備了 所以這三樣東西,小一樣都不行 那好吧,今天就分享到這裏,多謝大家